比亚迪你销量太高了 招人嫉妒了 又有人抹黑你了 说你不爱国 说你车机系统不到中国哪个省 怎么怎么的 你说了一大堆呀 咱也不知道他跟哪儿端章区域整理那么个视频 实际上车主这么一试就出来了 看比亚迪车机系统非常正能量 非常智能 你好小迪 台湾 台湾是哪个国家的 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好小迪 钓鱼岛是哪个国家的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你们是实在没找了 用这个点来抹黑比亚迪 没有用 听其言观其行 看你们做这些握错的事 恰恰暴露了你们不爱国 你们是汉奸卖国贼 你们抹黑中国最优秀 最强大的企业 你们抹黑这个比亚迪 只有比亚迪把合资和进口车打得落花流水 把各种车型的各类销售冠军 各个这个戏份市场的销售冠军 都从这个竞争对手 从帝国主义手里抢回来了 你们在做什么呢 成天就知道抹黑比亚迪 啥也不是 对外你的一点不敢吃呀 卑躬气息 那都跪起来 站不起来 对内就抹黑最优秀的比亚迪 这个就相当于 相当于这个岳飞 在抗净呢 在这个报效国家呢 与外部敌人作斗争 把那个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反过来怎么样 岳飞的故事都知道 反过来这些奸臣呢 是不是 这些真正的这个卖国贼汉奸 说岳飞要谋反 最后把岳飞给害死了 听到这意思吗 记住历史不会重样的 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 容不得你们这些少数的汉奸卖国者 除了作恶多端 你一觉得屁股就知道 你要拉什么死 对吧 所以说虽然比亚迪面临的 舆论环境不好 但是比亚迪一路高歌猛进 敌力前行 不断推出更好的技术 更低的价格 更新的车型 销量不断创造新高 给这个 给这个敌人 就外国那些车 全都按地上摩擦摩擦 再摩擦 绝对是中国车的榜样 绝对能够代表中国新能源车 所以说你们 我们有什么用呢 实在没招了 用这种下山烂的手段了 那你们都整得高明的呀 就你们撒谎 颠倒黑白制度为码 这个 说比亚迪车机系统败国 那比亚迪多少车主呢 人家防了咔一试就知道了 你说的是谎话 再说这些人是干啥的人 最后建议要 比亚迪的法务部 必须要买 支持比亚迪 支持中国新能源车